网络上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修行的话题 如到庙里拜佛念经参常打坐 做山林饮食 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在误导行人 拜佛念经参常打坐 只是修行的一部分 那是行宫静 体会自信的滋味 预养功夫境界 当不能解决了生托死的问题 真正的修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丹下的起心动念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等 是否在正面的行持当中 体现在是否延迟戒律 依教奉行中 正如南无第三世多结腔佛教导我们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要将生活佛法化 我们要在生活处事工作行为之中 建行佛法的四五量心 十上和六度等 生口一三叶落实于实际 这才是真正修行的体现 成如此才能学到真正的佛法 最终从理想主义转化成实量主义的解形超人 成就解脱自然就在其中 这个道理你懂了吗